红拍镜头下树梢上头 结着满满雾松 洁白雾松一层层像糖霜一样洒落 搭配缭绕云雾 四元崖口掀起奔腾 展现十足的雪国风情 全山全骨也是一片白茫茫 放眼望去四公分的雪白积雪 堆在深进山壁上非常美丽 寒流发威和欢山也迎来出雪 山壁上覆盖着片片银白 堆雪人打雪仗 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 这是刚刚在上面山上捡的残雪 然后堆着雪人 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很感动 雪民们纷纷把雪人放到车前 开心合照但优人更猛 裸身上阵 叫她很酷 然后就学她 不让猛男专美于前 也有辣妹穿着小背心 戴着可爱毛帽同样吸睛 想要热血一下 没有辣一下而已 和欢山武嶺自十八号凌晨两点十分 那一波雪后就没有这一下 虽然只剩残雪 但能挖多少算多少 半个小时才挖这么一点点 上山追雪 人车潮不断也出现不少乱象 车辆红线围停 被警方狂开单 蛮常登山的都对了 我看你这样很危险 还有游客冒险爬上山壁挖雪 甚至翻过围离走到草坪上抢拍 不怕视线不良摔下悬崖 为了上雪无视危险相当不可去 这次玩学运站警成 SNG小组南投采访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